你就會發現多麼荒謬 這個情況就是一班人 只知道自己在聽東西 但是連在聽什麼都不知道 飯來張口的 人家說wrag 就去wrag 那個類型是怎麼來的 怎麼製作的 是什麼國家的 質素都不管了 可以說你最基本 好不好吃和好不好聽都不管 雜誌啊 電視啊 說果比賽啊 流行啊 好吃啊 他們是湧著去吃 香港不流行的 異國風味一點的 靈類一點的 就只會說 好難吃的 還有啊 那些隨便煮的食肆啊 沒有人吃呢 就賴這些賴路 說旁邊有人老了他們的食肆啊 便宜賣搶生意啊 又不想一下 為什麼自己這麼容易被人取代啊 沒有人找真的人出來吃正牌啊 至於啊 那些土炮煮食人就慘啊 沒有人吃 沒有人理解 一味被人說不好吃 難吃不乾淨 就連政府啊都要活霸你的店 煮到他們來煮啊 唉 不過 煮食啊 都是隨心所好 風劍遊人啊 吃得開心是緊要嘛 有很多人呢 都是吃開就吃 根本不知道煮食的樂趣 和吃東西的樂趣啊 深快點 很冷靜 可以 很冷靜 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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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 李宗盛